所以呢 現在很多人啊 這個像我們臺北龍山寺啊 每次要到考大學啊 或是這些考試到了 全部都到龍山寺文昌地經那邊 買那個蔥啦 把準考證放在 盡量靠近那個香爐旁邊 香爐旁邊 然後買蔥啦 還有買什麼 買粽子是吧 種子啦 蔥啦 放在那個地方 那也不能賄賂 你光賄賂文昌地經 賄賂文昌地經也不能跟你改名字 你種子寸稿證擺在他最前面也沒有用啊 你不如去寫文昌地經的行功利得啊 去買物放生啊 去行善不思啊 累積自己的福報資料 那到時才是真的啊 我一個同學 邱花金啊 我們官校畢業第一名 文筆非常的好 孔孟學書論文比賽 那時候我們在讀大學的時候 他大專院校孔孟論文比賽第一名 他前世就有那個鷹啊 他仿佛文昌地經下環的啊 我跟他感情非常好 我也辦論壇 我都請他來演講 他從官校畢業就一直到我們台灣的考選部當科研 從科研幹到部長 那你認為他是前世 是前世他是 我們說書到今生讀以辭的時候 他是不是前世書都讀好了 他前世也是修行人 他會講道德經 老子的道德經 他也會講文昌地經音之文 他也會講佛經 他編了一本書小次叫清涼法語 他所悟道的經過 他寫下來鼓舞四人 不要垂頭喪志 所以他那個清涼法語寫得非常好 就要融合儒家道家佛家的這些 祖書的這個開示 他加上他自己的領悟 他寫出那個法語出來 這叫做什麼 這叫立功立德立言 他立言啦 我這個同學他德行非常好 可以講說我們講說不說世人會 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他是真的不見世間過 每一個人在他心目中都是好人 修養非常的好 我們同學裡面他修養最好 非常謙卑 當到部長我們去看他 同學還是同學 我曾經看到我一個同學 官拜三線兩顆心 我是三線一顆心 同學歸同學 在電梯他竟然不看我一眼 我還很謙卑跟他點頭 他連理我都不理我 他前世的福報嘛 可是我們這位邱部長 邱法金同學 我每次去找他 我每次去找他 哎呀高興同學你來啦 哎呀點心招待啊 好茶奉茶招待 非常熱熱 讓我們感覺到 同學畢業了三四十年 哎呀感情這麼好 我非常的佩服他 然後他是怎麼樣 他是從平常利用假日或者公乙之俠 或是公家派他出去 到全台灣各地的機關學校去講善法 那因為他是美國法學壽士 台灣的文化大學的法學博士 所以他對法律非常的通曉 他就是用講課講法律 講這個機關的法律 工人應該怎麼去這個依法行政 他在講依法行政的時候呢 就把佛法 魯家 道家的道理帶進去 他也來上課啊 我在國家文官學院上課的時候 我們台灣也有國家文官學院 類似我們中國的中央黨校 我曾經在葉青的中央 葉青黨校講課 那邊也有行政學院 類似那個行政學院 我們這個同學啊 他我到國家文官學院去上課的時候 我們全班大概是六七十個人 因為我是學院長 他上課沒有一個人敢打課稅 一般這種公務人員上課 都一定打課稅的 我們這個同學邱部長 他講話非常的風趣又有氣 他智慧如海 很多東西在他腦話裡 好像電腦一樣如數家珍 妙語如珠出國成章 那真的是前世修來的 你說不修怎麼可以 那是前世修的 他不是只有一世啊 我們說書到今生讀與詞啊 你要想現在開始背書來不及了啊 他每次講到一半的時候 就突然叫人家接下一季 說某某同學下面怎麼講 沒有一個同學敢打課稅 為什麼 他就怕麥克風滴到前面 馬上再接下去不會講就鬧笑話 沒有一個人敢打課稅 我這個同學啊 從年輕講到中年 講到五十歲 他累積這樣的一個福德 終於當上部長 他教化多少公務人員 這叫做技工累德 就是這裡講的啊 你要看到是宋教他德的狀元 他也是救了幾百萬自主的生命啊 他有這個大陰德啊 所以這個陰德的東西啊 是天必報之